乐乐在两岁半左右被诊断为语言与认知发展迟患 家长报名早期疗愈亲子工作坊 将课程中习得的技巧带回家中与乐乐练习操作 帮助孩子情绪稳定 并多了互动,让爸妈生活燃起希望 乐乐今年即将满四岁 她是在去年接触到马街亲子工作坊 她是在两岁的时候跟其他甲肿状况其实差不多 就是她开口很少 她就只会讲就是这样子 那其实那时候因为原本都是由我公婆在带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觉得说怎么会这样 然后我们就带到医院去评估 那评估出来的结果就是她有发展词的话 那包括语言、身体动作跟认知上 都不及一般的小孩 那时候其实我们也非常着急 那刚好有看到就是马街的这个工作坊的海报 然后那时候很着急 然后看到又是免费的 就可以带小朋友一起去参加 然后之后我们其实对我来说 这短短几堂课 我觉得孩子他在上课与同才相处 跟我相处下来都比较顺利 那孩子的个性也比较稳定 主要是我自己在照顾孩子的 在照顾孩子上面真的是减轻许多负担 也学到很多该如何跟孩子应对 还有孩子有情绪的时候 我该怎么去安抚他 特别针对一岁半到三岁的孩子 那在这个发展的一个过程里面 可以参加活动 那我们每T次的一个活动是六周 而且是全程免费 那希望说透有早期疗愈 亲自共学的这些的元素 结合了语言、心理、物理跟职能 相关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员 然后提供家长照顾技巧跟认知的一些的一个 就是活动的一个建立的部分 那希望说也透过台北市也为了落实 这样的早期发现早期疗愈的一个目的 所以我们除了工作坊之外 我们也透过56家的早疗的医院 医疗院所来提供我们发展 持患儿童的一个评估鉴定 还有疗愈的咨询的一个指导服务 那其实我们从109年到现在 我们已经有鉴定了8255人 那确诊的是6062人 那透过这些的一个确诊之后 那我们也提供相关的一个服务 那所以希望说 如果今天有这样子需求的孩子 或是家庭的话 都可以透过我们的一个专线 我们下面有一个我们的电话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也有6家 找了合作医院的一个报名的一个专线 然后可以来提供我们家长进行报名 或者是相关的一个资讯 也可以透过我们早疗综合服务网站 来做查询 台北市卫生局为了建构发展 持患儿童家庭支持性学习环境 及提升找户技巧 委托6家早疗合约医院办理亲子工作坊 截至109年到111年7月 共办理58批次364位家庭参与 那亲子工坊的现况 那马街医院已经承接 从102年路去承接到今年 今晚有到第7个年头 其实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在这个整个办理的 承办的这个心得上 跟承办的这些课程之中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干苦谈 那其实在家长的回馈方面 其实家长的顾问 很棒的回馈 很高的满意度 那包括可能是希望 再继续能够参与 或者能够有更多 在参加的机会 那亲子工坊其实有几个 最主要的特色 第一个是它具有 多样性的课程跟实质 那除了在我们常看 常在导疗 这个疗医课程里面 看到的心理师 好医院治疗师 还有包括我们的 物理治疗师 知能治疗师 那还有一些课程 是包括有事工的介入 好然后 刚刚介绍一些 可能在能够应用的一些 家庭能够应用的一些 社会资源上 所以它在整个课程的多样性 可能包括想法的语言发展 然后会本动读 还有一些情绪行为 还有一些大小动作的发展 好这些东西都可以提供 家长非常非常多 不一样的资讯 好 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 我们有超低的师生比 虽然在这个这个执行的课程之中 表定上是我们只会有一位老师 但是其实我们每一次的课程之中 我们都会有一到两位的治疗师的参与 还有包括我们的助教 我们的各个参与的人员 其实在整个师生比上面可以能够到2比1 甚至一点多比1 那对于家长来讲可以提供很多客制化的服务 例如他在医院看诊 他可能很多时间没有办法询问医师 他孩子的状况 或者他需要一些个别的资讯 包括这样的情绪 孩子的行为 哪些部分是我们可以协助的 那这样都会非常困扰 那其实在这个超低师生比的这个工作坊里面 其实这样会有非常多 非常充裕的时间 能够去询问治疗师 或去问参与课程的老师 怎么样去协助他的这些孩子 然后第三点就是以家庭为中心的服务课程 因为他是一个小团 他是一个短时间 一个密集性的一个治疗的团体 那其实很多的资源的介入 包括我们各个专业的介入 那对于家长来讲 就是很围绕他的孩子 还有围绕他的家庭 提供他们最需要的服务 这也是会跟一般我们在一些疗密的课程上 我觉得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第四点就是 其实在我们每一次的课程结束后 我们都会有给家长听一些评估的量表 那其实都很明显看到 他们可以提高一些对孩子的一些教养 或者一些疗医的技能 并且检订他们自己在生活上 面对孩子照顾的 不管是他的情绪也好 不管是他的负担也好 或者是他面对如果去面对家人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减低他们一些在负担上面的负担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在执行执行执行上的一些课程的活动 我们在一些知能啊 有一些在一些认知部分的上课的教学 那这是我们的一些亲自讲座 就针对一些利用一些演讲的部分 或者家长提问的部分 让家长能够针对他们自己的问题 能够在这个一对一的这个问答之中 可以得到一些解决 那后面是一些家长的回馈 那家长其实回馈给我们的部分 其实除了很好之外 有些家长也希望能够让他的孩子每年都参与 希望我们能够扩大凝联程 或者希望我们能够在后续能够提供更多的帮助 那这一块我们都会转介 推到整个医院的体系来提供一些后续的服务 那也这样来就是有回馈说 其实经由广播道老师的教学 可以知道说怎么样跟孩子一起互动 怎么样跟孩子一起一起玩 那其实这对于家长都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我们后面的介绍是优惠生局的补助的时间 其实很谢谢北市的支持 他的时间是够长的 所以我们在事办另一年后的第二年 我们发现有一群很特别的孩子 他很需要被分别出来去协助 那大家最近有一部很红的韩剧 大家都在看 就是非常律师语音语对不对 那前面也有一部很好看的韩剧叫Good Doctor 每剧都去翻拍的一部很好看的一剧 里面都是提到了一群很迷人的孩子叫自闭症 那自闭症在近20年来 他大概盛行率从万分之五跑到了最新的数据是 四十四分之一到三十八分之一 意思就是说成长20倍到40倍 意思就是说我们以后那个韩剧眼的这些人会在我们身边 我们很容易侦测得到他们 那这些孩子呢在美国或欧洲呢 他们其实在20年前就已经非常推动 三岁以前的早期的发现跟介入 那在台湾这个部分也慢慢 也透过这个方案我们就开始追这个进度 所以呢 我们在跟张老师讨论的过程里 我们把这一群特殊的 尺寒的孩子 可是他同时和病类子力症的孩子 我们分别鼓励出来 成立另外一个早要的 性子介入的基金 那我们从2017年到去年 这段期间我们总共服务了三十个家庭 六年五年里面 然后总共有七百七十个人 持出息率有高达90%以上 意思就是说 其实我们的时间都不会在周末假日 我们是在平日 然后家长要全程陪同 在里面一起学习 所以其实对于北市双新的家庭来讲 家长可以有这样的投入 其实对他们后续 能够把孩子投入更 愿意自己带孩子这件事情 是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服务量跟 到出息率都很高 好 那我们也透过这一次 我们也做了一些的统计 在这这几年来 五年以内的加上满意度 无论对课程内容讲师 还有一些活动的安排等等 我们统计满 我们自己只是统议出来满高兴的 就是满意度我们讲高满意度 有到99.6%就是的家长 大概全部都是填满意到非常满意的程度 在这五年里面所有参与的家长 那我们也进行了一个研究数据 想去看看跟国外的一个趋势比较 那那个结果也很好 结果我们也发现不是值的感觉 就是说家长所有进步 在量的分析大概也全部到研究的显著值 就是包括家长觉得自己实际的效能 掌控孩子的能力 还包括精致压力感 社会固定感的减低 我们在比较新的资料里面 我们还可以看见 这些自闭症所谓孩子的一些相关严重的症状 其实透过短短的六堂课 家长在家里的执行 其实也可以有一些有效的改善 卫生局期盼透过工作方 以小班经营方式 让跨专业团队能够共同透视 家庭互动需求与沟通障碍 进而提供个别化计划 及时辅导 快速解决家长比幼儿困扰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